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主意了哈 仪式正式开始之前呢 我先来介绍一下我今天的道场价格 今天我在这举行一个简单 但是意义重大 仪式 由于我们的场地 以及疫情的考虑 所以我们不可能请更多的人 只是有限的 有关的 朋友和家里 那么即便是这样 我们今天还是有 有三位不能到场 其中 有一对夫妻 前两天 女的全得了新冠 所以我们今天 能够举行这个仪式 非常的不容易 非常的不容易 各方面 很多的因素我们都要考虑到 所以 应该这么说 就是英文来话 有缘 千里来相会 这个千里 那不是一千里 几千里路 那个里 我们是几千条理由 来相会 是吧 我们可能现在 看不到 今天我们在此时此地 做的这件事情 可能 不会有多大的感觉 但是很可能 那么将来 若干念之后 我们 在某个事情上 某一天 我们会感觉到 可能跟今天 这个相会 是有一定的联系 所以我们一定要 这个珍惜 我们这个缘分 我们节善人 众善因 得善果 好 你这个因果 你没有这个缘 也不行 是吧 所以我们 希望我们 大家 我也相信 这个相去不容易 那么 惜缘 珍惜我们的原本 那么 下面 我就来介绍一下 所以我们各位 互相认识一下 首先呢 我要来介绍一下 两位著名的 这个武术老师 我说他们著名 是 是有理由的 因为他们不仅仅是 原来中国 专业的 武术运动员 而且他们是著名的 专业武术运动员 这就是要获得什么 啊 那么 如果我们把 这一个训练有素 啊 经验丰富 功底深厚的 武术练习者 或者是练甲 我们常说 那么我们称作为 武术家的话 那么他们 是名副其实的 著名武术家 名副其实的 所以 我现在 马上我介绍 这两位著名的 武术老师 好 那首先呢 是著名武术家 中医学博士 原中国陕西武术队运动员 全国男子武术冠军 国际武术A级裁判 国际武联技术委员会 专家委员 大洋州以及澳洲武协秘书长 中国武术八段 邵德明老师 欢迎邵德明老师 我们这个 不算多 但是我们 那么接下来呢 是著名武术家 原中国北京武术队 运动员 多次全国女子武术全能冠军 世界女子武术冠军 国际武术A级裁判 中国武术七段 左建老师 下面呢 我就按照这个 年纪的高级 依次介绍我们的来宾 首先呢 就是我多年的朋友 Hen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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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我是老房子 他也是练了多年的 无数 无数太阳积全 羊太积全 而且呢 很可贵的是 他对佛学 道学 以及儒学 都有很多的研究 我们 我们俩 时不时的 我们也交流一些 所以 很好 那么 接下来呢 就是 鲍比林 林先生 鲍比跟我也是老朋友 我们是 这个 通过我们 多年的老朋友 周志琳 郑先生 我们认识 那么 郑先生呢 今天 他是报兵在身 不能请他 那么 我们希望呢 如果 郑先生 他能够听到我们今天这个 就笑你 也使他的心情愉快 早日的 康复吧 那么 鲍比呢 他也是 练了多年的 太极拳 无数太极拳 以及 如意八卦 他也是 这个 追求了 这个 中国武术 多年 能够看得出 他跟我是 是 同年的人 同年的人 也是 70岁以上 70 plus 是吧 但是 看这件事 获益了 那么 欢迎李 林先生 我补充一句 我补充一句 Henry 今天已经是79岁了 所以他 也是应该是获益了 那么 接下来呢 就是 我的学生 宋红威博士 和夫人 和他们的儿子 和他们全家 都来 这个 参加我们这个仪式 小宋呢 今天 要通过这个仪式 从我的学生 转变为我的弟子 相信 今天 是一个 重要的日子 能够珍惜 谢谢 我要在这里 特别的 这个 感谢 邵本明老师 他今天 作为 我们这个仪式的主持人 为了这个仪式的 举行 也是 费了很多心血 非常不容易 这个也是 我们 心里能够 能够领受 就 不多说了 你懂着 是吧 那么下面呢 就 请这个 专闻老师 来主持我们这个仪式 您先说 好的 好的 那么 我现在宣布呢 我们这个仪式正式开始 首先呢 由收徒老师 老师 已经介绍完了 然后 第二项呢 咱们就开始进入到 就是收徒老师 的门派 简介 以及老师的简介 好吧 我就今天给 现在 介绍一下 今天呢 是高建老师收徒的大喜日子 高建老师呢 出生于1953年1月 祖籍中国四川省 中国工程学士学位 15岁跟随父亲 席炼太极拳 1973年 在北京 跟随著名武术家 马汉清先生 席武 1983年成为 马汉清先生的 入室弟子 1988年 移居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公民 现在 精通呢 就是中国武术的 传统武术拳种 武士太极拳 以及六合 汤狼拳 现在呢 是中国武术期段 那咱们继续在生活 然后再把这个 马派汤狼拳门派的 也介绍一下 马派汤狼拳创始人 马汉清先生 1920年十月生 1997年十二月十四 北京市人 大专文化 自幼习武 终生传授武术 曾任北京市武协秘书 北京市健身武术社社长 北京唐文权研究会会长 北京武士太极拳研究会顾问等职 著名北京武士太极拳 杨玉婷入室弟子 著名苍州武术家 马云龙入室 著名汤狼拳陈云韬入室弟子 著名汤狼拳陈云韬入室弟子 著名山东六河汤狼拳加山湘陵入室弟子 曾陆续在北京体师范学院 北京市石上海体校北京石油学院 以及北京718厂等单位任武术教练 马先生一身致力于中华武学 精通探极拳 弹腿茶拳 螳螂拳等多种流派拳法及多种器械 他将武士太极拳 茶拳 梅花唐狼拳 以及六河唐狼拳的精华 有机的融合在一起 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唐狼拳武学风格 由此开创了北京马派唐狼拳 并在中国大陆以及台湾等地相有盛誉 北京马派唐狼拳传人众多 最著名的为先生的次子马雷 马雷自幼从学与其父武艺 并毕业于北京体育大学武术系 武术专业 毕业后任教于中国公安大学 曾任国际警察国际联合会常务副主席兼秘书长 北京武协副主席 北京武协唐狼拳研究会会长等职 对马派唐狼拳的传授和发展 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目前马派唐狼拳在中国大陆的北京 天津、东北大庆以及山东危海等地流传教过 海外在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俄罗斯、阿塞拜疆 以及日本等国均有弟子及后人 2019年北京唐狼拳研究会改名为 北京唐狼拳专业委员会主任王勇 好,刚才是做了一些介绍 第三项呢 有收徒老师 高建老师 向师祖先师画像扣派 行扣派礼 一扣中华武学 二扣本媒派各卫师祖及师爷 三扣自己的老师 一次表达自己作为传扬人像先师的保温 好,咱们现在接着进行第四项 请收徒老师上座 接受学生的拜师帖 尊师高建在上 学生宋洪威 自2018年11月8日 跟随老师 学习中国武术以来 越加感受中华武术之博大精深 学无止境 为更好的继承本媒派武学 并为之发扬光大 于今日正式拜在先生门下 入门学习便遵循先生的教诲 我宣誓 我将革尊本门派 门规师训 努力修习师父所传记忆 坚持不懈 刻苦练功 为传承并光大本门派武学 乃至中华武学 竭尽心力 在此恳请先生 接纳学生为弟子 感恩拜上 请先拜 先拜 先拜礼啊 好 好 现在进行第五项 拜师学生为老师计盖口茶 意思就是改口茶 进行第六项 请高老师念书图天 我愿收宋洪威为徒 并郑重承诺 我将秉承积极 认真负责的态度 带好徒弟 请心 相受 严格要求 为传承中华武学 及本门派 激意尽到自己去的人 无愧先师马汉清 先生对自己的培养和教导 为本门派的发展 以及以后代的传承教育 贡献自己的一份力 收督人 签字 高先生 两位老师 见证人 沙兆明 周旋 老师 今天是2023年9月24号 请高老师 订 礼物 请收徒老师 宣读门规 介绍拜师弟子简历 即赠予加免 我现在来念一下 北京马太堂皇权 澳洲一脉 文贵 一共是六条 一 新闻 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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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一 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下面我来介绍一下今天拜师弟子宋宏威的简历 宋宏威是1979年4月出生于中国台湾省草原市 中国台湾省人 祖籍中国广东省梅州市 台湾清华大学学士硕士 德国海德堡大学生物学博士学 八岁开始学练跆拳道 我的初段 以后又学巴西柔术 卡夫尔一二 以及菲律宾的武术 二零一八年开始跟随我学中国传统武术 直至今日 那我是二零一八年从这个教学 公开教学中退休的 这里有很多其他的因素 就是 我们那个俱乐部 二零一八年以后存在 当然作为我私下呢 还有一些朋友 在跟我学习 红文印的他是正好是那个前后 我准备退出了 他来找我 那我就问他 我说我们这个 我已经不再教了 我们开武术 不教了 没这个课 这club也不存在了 那咱们只能是 是一对一的私下教 这个你能接受吗 那他他他他他他都行 那么好 那么之后呢 在二零一九年以后 我们知道 这个新冠疫情 一爆发 你像这个 封城啊 那些 lockdown这些 有很多因素 所以其他的一些这个 学生的都 就没坚持下来 他是 是 宋红文印他是唯一一个 一直坚持到现在 一个学长 所以 lockdown来不了 一解功以后 有机会 当然他的工作也很好 这个 家庭 刚建林那会儿 孩子 他他认识过 他孩子没生 所以现在孩子那么大 所以也很不容易 那么 从二零一八年到现在经过五年的 不断努力 宋红文印已经初步掌握 全部 传统的六个唐龙权的套路 我说我指的这 全部团传统 是指那七个 老套路 俗称叫 七块金不换 那么他已经学王 初步掌握了这些 这些要求 这些 这些技术 那么两个月以前呢 我们在教课的时候 他给我提出来 提出来要拜师的这个要求 有这个意愿 那么当时他提出来以后 我就马上感觉到 这个机缘已经成熟了 有很多 我们人生当中啊 有很多这个机缘 是 一过 再 你没注意 过去以后再让我找回来 很难了 所以我 我感觉到 我刚才讲了这么一句话 我说 这样也好 你也有个交代 我也有个交代 我跟你讲老实话 找一个好的老师不容易 找一个好的学生 也不容易 所以我们 要 珍惜这个原本 那当时我就 同意了他的情绪 那么从 那时候开始 我们就一直忙 一直忙 你别看这点小事 真办起来 有很多事情 有办 那么 如果我们说 把这个师生的原本 作为一种有情 有缘的话 这个有缘 不是有无的有 是有情的有 那么师徒的 这个关系 也就是亲缘 亲情的亲 所以 从 有缘到亲缘 它是一个 质的转变 转变 你光是有缘 你永远进不了 这个门派的大战亭 一旦 变成了亲缘 也就是 这个大战亭的 理缘 啊 那么 今天啊 我和这个 红依呢 在此有缘结成师徒 那么 我们用自己的 亲身实践 证实了 我们的缘分 在此呢 我要祝贺 宋杜威 有幸成为 先师马汉清先生的 再传递 祝贺他 那么当然在此之后呢 我们还需要继续的 努力 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还要继续的 不断的巩固 所学的 刘河唐浩泉的 这些 这些东西 英文老师说 说我的话 我来 告诉你 也就是你还差个远 那么 同时呢 还要 再继续的学 无视探极拳 深入的学 我希望 宋杜威能够 不断的努力 以自己亲身的实践 来证实 我们中国传统武术 健身 防身 修身 的功效 以自己亲身实践 来向世人 来证实我们的 我们的实践 我们争取啊 以武入道 实证活法 我知道宏威 他也是对佛学 道学 文学 是有很深的 你不要看他年纪 你不要看他年纪 不大 他 不能说是专业学这个 他跟这个是有很大的 这个 关系 联系 他学的学科 就是这方面 所以 所以 我非常的珍惜 这个 这个学生的质量 那么 现在呢 宏威呢 已经成为我们 北京马太堂 大家庭的一个成员 希望你能 克索 我们的门规 做一个合格的 门人 串 再次做 好 那么现在我们进行第八项 请嘉宾讲话 下面我们就有请 左轩老师 给大家讲几句话 今天很高兴啊 被 邀请参加高老师的 书徒仪式 然后 高老师呢 是 技高得护 为人正直 善良 是我们澳洲 武术协会的 良师与友 在这里呢 我 祝贺高老师 书徒 功德圆满 好 我们进行第九项 现在啊 请先入门弟子 与师父单独合影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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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要相当于师父师母合影 太难了你尝 放入冰箱